两岸头条 天天有料 大家好 我是浩阳 今天是2020年7月18号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 在广东中山开幕 台湾方面称 台驻香港首席代表 由于不必要的政治障碍返台 外交部回应 台军汉光演习最后一天 台媒称解放军军机 演所谓海峡中线飞行 来回至少六趟 陈局等台监察机构人事案 在民进党人数优势下强行闯关 好 下面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 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 17号晚在广东省中山市开幕 本届中山论坛 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在大陆举办的最大规模两岸交流活动 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 2000多名各界人士受邀参加 论坛开幕式采取现场加云论坛形式举办 在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城市和台湾地区分别设分会场 下面我们来看中国台湾网记者率兵从现场发挥的报道 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 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 中山市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和中山大学 共同主办的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开幕式的现场 我们的开幕式在今天晚上的八点钟正式开始 这里是中山的主会场 那么同时开幕式采取云端线上会议的方式 在北京台湾和广东省的21个地级市同步设立分会场 通过网络同步向全球直播 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出席开幕式 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刘协一 也在北京与我们进行视频连线 并且发表重要讲话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逝世95周年 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台湾光复75周年 今天两岸同胞在孙中山先生的故乡 隆重举办第四届中山论坛 弘扬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 共促两岸关系发展 共谋中华民族复兴 具有重要意义 祖国统一是历史定论 台独是绝路 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 是广大台湾同胞的历史机遇 坚决遏制 台独分裂挑选 广大台湾同胞切身利益 才能得到根本保障 台湾才能有光明未来 深化融合发展 是新时代造福两岸同胞的重要途径 两岸同胞血浓于水 交流合作 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 在中华民族 克南前行 昂首阔步 迈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关头 两岸同胞要立足新时代 同心协力 共同谱血 民族复兴 国家统一 新篇章 今晚的开幕是 由广东省副省长张兴来主持 中山市委书记赖泽华 广东省委常委黄宁生 全国台企联会长 李正宏分别致辞 以及大家都非常期待的 新党荣誉主席 郁慕明也来致辞 那么这也是 郁慕明主席连续四次 来参加中山论坛 现在由于新冠疫情 等多方面的原因 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 台湾海基会前副董事长 兼秘书长 高孔莲先生 以及中国国民党前主席 洪秀柱女士 发来视频的祝贺 值得一提的是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献上一份特殊的礼物 最后也是本次论坛 开幕式的一场重头戏 中山市人民政府 与全国台企联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以及全国台企联 广东片区与广东省电子商务协会 组织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与会的重要领导和嘉宾 共同启动 台商一起来 融入大湾区的主题活动 那在明天呢 还将会同时举办 台商一起来 融入大湾区的主题活动 和中山精神与民族复兴的研讨会 那共有来自海峡两岸 以及港澳地区的 两千多名政界 商界和学界的人士来参加 那详细的情况 我们中国台湾网 也将会进行全程的报道 我们共同关注 好 以上是由帅兵 在广东中山为您发挥的报道 今天上午台商一起来 融入大湾区主题活动 在中山举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中国台湾网记者 新正从现场发挥的报道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中国台湾网记者新正 现在是早上的9点30分 我现在正在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 台商一起来 融入大湾区主题活动的开启现场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省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曹达华 今天在现场做了 粤港澳大湾区情况介绍 中山市委书记赖泽华 对中山市发展情况进行了介绍 此次活动旨在向台商台包 宣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果 分享发展机遇 主题活动采取主会场 加分会场视讯连线方式举行 新党荣誉主席郁木铭 全国台企连会长李正宏 全国台企连荣誉会长郭山辉 广东省委台办主任黄耿成 以及近200位台商 在中山现场参加活动 并以网络直播的方式 向全球发布 李正宏在致辞时表示 粤港澳大湾区 作为世界第四大湾区 各项经济指标 距世界四大湾区前列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随着大湾区规划的实施 将在全球展现出 更大竞争力和影响力 台启连对大湾区发展 充满信心和期待 并将以此次主题活动为契机 加强与中山等广东 湾区城市政府间的联系与合作 引领广大台商台企 参与大湾区建设 为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做出新的贡献 那在台商一起来 融入大湾区主题活动 开启之后呢 与会台商会一起走访 翠亨新区规划馆 深冲通道西登陆点 中科院中山药物研究院 在这片热土上 追随孙中山先生 感为天下先的精神 去开拓未来的新中山 中国台湾网也会进行 后续详细报道 请持续关注 这里是由新政 在广东中山给您发回的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17号主持例行记者会 针对有外媒记者提问 台湾方面称 台驻香港首席代表 由于不必要的政治障碍而返台 有媒体称 这是因为她拒绝签署 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声明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表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这是事实 也是国际共识 台湾方面有些人 怎么能称之为 不必要的政治障碍呢 为期五天的 台军汉光36号演习 时兵科目于17号落幕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称 当天一架解放军军机 自福州出海 沿所谓海峡中线来回飞行 疑似进行侦查任务 台空军司令部声称 演习前已做好相关电子参数管制措施 没有泄密的疑虑 并称演习期间 解放军军机持续出海 搜集相关情报 但未越过所谓海峡中线 根据一款提供实时航班飞行状况的应用数据显示 一架解放军电子侦查机 17号上午从福州一带出海 随即沿所谓海峡中线以西 南北向不断飞行 来回至少六趟 此外报道称 台军汉光演习14号 执行夜间防空拦截作战科目 测验空军官兵夜间应变作为 当晚该应用也显示 一架飞机沿所谓海峡中线以西来回巡逻 最后反降福州 15号 台军在台湾东南海域进行海空联合操演过程中 两艘解放军电子侦查船靠近蓝宇海域 台军分析称 是为了搜集台军在屏东九棚基地外海演练 滨海决胜演习的各项参数 台海军紧将级巡逻舰 对解放军侦查船进行了电子干扰和监控 针对民进党当局企图以武获毒 以武巨统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曾表示 以武巨统死路一条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也明确强调 任何煽动两岸敌意 渲染两岸对抗的行径 都只会给台湾同胞带来灾难 解放军有坚定的意志 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综合台湾中国时报联合报报道 台湾立法机构17号举行 台监察机构人士同意权投票 陈局在朝野激烈抗争中闯关成功 确定接掌台监察机构 给予26名被提名人也全数过关 报道称 这是台湾史上最具争议性的监察机构人士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6月提出 新一届台监察机构29人名单 事后有两人主动退出 全案送台立法机构审议后 国民党质疑27人中有24名具有绿营背景 尤其陈局最不适任 因而在本周审查期间强势抗议 誓言党下表决 民进党却强势清场 17号展开同意权表决 据报道 台立法机构当天从场内到场外抗争不断 场外由民团号召近千人抗议 与数百名警力对质 场内国民党团一早即锁定16号 在表决民进党团提案停止审查时 民进党民意代表陈颖不在场 却投同意票表决有做票嫌疑的议题 要求停止投票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游锡坤 却经自宣布展开投票 引爆蓝营怒火 蓝绿双方在会场内爆发严重肢体冲突 开票时水球满天飞 现场惊叫连连 蓝营支持者也在场外集结声援 多次冲撞台立法机构侧门 有人登上宣传战车高喊 拒绝酬拥回提名下架陈局 随投票接近尾声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率领党团民代 站到场外抗争第一线 江启臣表示 民进党在立法机构已居人数优势 却连表决程序都要做票 痛斥民主已死 在民进党团人数优势下 包含陈局等27人名单全数过关 台媒报道称 蔡英文将实质掌控台行政立法考试监察 以及所谓的司法机构大法官主导权 迈入真正的完全执政 台湾联合报发文指出 相较于马英九时期提名的台监察机构人士 政党色彩相对较淡 陈局却是民进党当今重要党派人士 即使宣布退党 但他过去强烈的民进党人色彩 试问何者更能超越党派 未来是否能保持中立性 更易被质疑 好 以上就是本期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